在印光大师78岁那年,有一位居士到豹国寺去见他,请教了大师一个问题。 这是这位居士所在地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情,那里曾经发生了一个车祸, 磕车里坐了四十几个人,司机夜行开车,不小心就从那个山路上冲到了那个水里去了。 四十多个人,包括这个司机,都遭受灭顶之灾。 第二天,很多人就去营救,发现江边的岸上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。 大家就问,你是怎么回事? 这个女人正是出事车上的乘客,其他人都死了,但她活了,但她怎么一个人坐在岸上呢? 旁人问了,她却说不清楚,问什么她都不知道,但是她确确实实是在岸上,身上还没有尸。 这个事实大家都很难去理解。 当地报纸都作为一个奇闻进行过报道,所以这位居士就把这桩事情拿来问印光大师,到底怎么回事? 在场的还有其他人都听到了,但当时的印光大师没有怎么回答。 只是在这天傍晚的时候,印光大师让逝者给居士带去一个纸条,印足写了几行字,大概意思就是,死女人命不该死,佛天鬼神便把救她的方法预先准备好了,想必如是。 这寥寥即与包含意味无穷。 一个人,如果素氏有很大的善德,他不应该遭受贡业,他可能有他特殊的别业,但这一次他不该死,于是就会有善神,佛天鬼神会帮助他,会救他。 当车冲到水里的时候,作为凡人的他,绝对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的,这是贡业,然而佛天鬼神有力量,一股力量把他送到车外的岸边上。 世间的很多因果都是这样的原理,在这张纸条上,印足还用很平淡的语言讲述了另一个事情。 这是民国十几年的时候,山东有一个寺院,建成以后开光,开光庆祝请了一个戏班子唱戏,很多人都去了。 其中有个居士,他带了一个小孩,也去看大戏。 到寺院里面,他看到旁边有口井,小孩调皮奔跑着坐在井沿上,还没来得及阻拦,孩子就扑通一下掉到井里去了。 这下大家都慌了,做父母的赶紧派人用竹竿打捞,井不是很宽,却没有感觉碰到人体,感觉里边根本没有掉进去孩子。 就这样打捞了很久,也没有下落。 做母亲的很伤心,哪知道,回到家里,居然看见自家儿子睡在床上,全身都是湿的。 因为这件事,所以他特别出资,在那口井旁边盖了个亭子,立了一块碑叫圣井。 这是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所能解释的吗? 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事情。 每个人都有业障,有些业障只和自己有关,有些业障会牵连到别人,或者是和一群人一起受难。 这个全体遭罪的灾祸业障,我们称为贡业。 在大的贡业中,我们可以放眼到地球上的灾祸,比如地震、龙卷风、山火。 小的贡业,很多就发生在一个家庭中,而这种小家庭的贡业,往往会让很多普罗大众烦恼重重。 一位佛友询问我一件事,他说他有一个信佛的男闺蜜,有个看上去还算可以的家庭,但是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父亲出轨了。 在男闺蜜的追问中,父亲承认了这件事,人总该有愧疚之心吧,但这之后父亲又多次出轨。 为此男闺蜜痛苦不堪,如果因此和父亲打架,也是不孝,如果让母亲知道家庭肯定破碎。 佛友希望我因此写些什么,来给那位男闺蜜看看,让她有所释怀。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因果,每个人也都有与他人周遭的贡业因果。 个人因果的时候,受罪只有一个人,贡业因果的时候,一堆人一起受罪。 比如,天灾人祸,这就是贡业灾祸。 而这位佛友所遭遇的,就属于贡业因果的一种,家人之间最容易有贡业,一个人的错误会连带着一家子受到牵连。 贡业要怎么解决呢? 先把自己脱困出来。 贡业虽然是大家一起要面对的业缘业力,但是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受体,分别都有属于自己那一部分的业力。 先把自己那部分业力解决了,状况就会好了很多,至于别人的部分,以后再说。 这位男闺蜜当下要做的,不是去打父亲一顿,也不是去向母亲告状。 事实上,这两种方法对事件本身没有任何好处,反而可能越弄越糟。 在我所知的方法中,念经持咒的修行是最简单,也最能在不违背因果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方法。 这个时候,痛苦和迷茫的感受会消散,此时属于男闺蜜所要承受的业力部分,就已经化解了大半。 因为这种看着父亲出轨的痛苦感受,就是他作为贡业边缘人士所要承受的一种业障。 因为念诵了一些经文,人的周身磁场和射召力就会不一样,这个时候你可以再和父亲好好谈谈,也许届时会发生不同的效果。 当然,也可能最后结果一样,父亲还是任由自身的恶习气和外面的恶缘女子持续着某种关系,这时候你只能让他去。 人生在世只有三件事,自己的事,他人的事,老天的事。 我们能管好的只有自己的事。 即便是面对父母和子女,亲成这样的关系了,你还要知道那都是他人的事,我们无权干涉。 听上去很冷漠,但这却是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状态,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,个人因果只能个人了。 我们至多是从旁相助,但不能越祖带袍。 从旁相助是什么意思呢? 第一,如果母亲知道了,心情大为悲伤,作为孩子应该多多安慰,帮忙疏解开道。 第二,努力念经持咒,将所念诵的功德回向给父母,并希望他们之间恶缘化解,善缘增长。 第三,事情若一直是隐瞒状态,母亲能一辈子都不知道,你就让她一辈子不知道吧。 无必刻意揭穿,这样反而能快乐地活一辈子。 做到以上三点就够了。 反过来,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婚姻也应该如此,不要过多干涉。 好或者不好,让每个人自己去面对,你只能从旁相助,不能代替孩子做决定。 我之前看新闻,有个女的被同居男友砍了六十几刀,醒来之后却对警察说, 他们是真爱,还要警察放了那个男人,还要和他白头到老。 如果你是这女孩的父母,是不是揪心死了? 是不是会冲上去把孩子关起来,不让他再和那个男人有任何联系, 以免下次真的就被砍死了? 这是人之常情,做父母的大多都会这么做,但是这解决不了问题。 在业力牵扯下的人,脑子就完全糊涂了。 旁人都能看懂的利害关系,他本人就会看不出来。 这种人,看一坨屎也会觉得和樊高的抽象画一样,充满艺术气息。 你强行拆开,只会使孩子多生怨气,一辈子都怀恨在心, 觉得父母毁了他这辈子最美好的爱情。 有些父母或许会说,我就算是让他恨我一辈子, 也要为他做出正确的决定,把他导向正确的人生道路。 对不起,别想太多了。 我见过这样的社会新闻,最后孩子选择跳楼自杀。 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,父母根本无法为当初的决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, 除了哭和后悔,别无他法。 要真正帮助家人,绝对不是直接介入到他和另一个人之间的业缘关系中, 然后偏帮一方,这没用。 旁人只能以旁人的方式去帮助事件的主角。 其中我们最推崇的就是,用修行佛法的功德去回向自己的孩子, 和对方之间恶缘消除,善缘增长。 人会做错事,背后都有业缘业力的影响, 修行佛法的功德可以彻底改变这个部分。 只要这个改了,一切人事物就真的会跟着好起来。 这是我们能给予自己关心的家人最好、最根本、最彻底的解决方法了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福圣必有衰,和会有别离。 希望此次相遇能给大家带来收获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, 请在视频下方点个赞,或者留言给出您的建议。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和分享。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